我是影评人张艳拓 《回路人生》是一部意料之外的电影 它融合了科幻 罪与罚 牺牲和赎罪 特别是结尾非常感人 《回路人生》采用时空无尽回圈的设定 让角色在地狱中回顾人生的罪与罚 《回路人生》它则是一个 往过去去看的概念 这个主角面对他过去犯下的过错 那他被迫要一再地去体验那个过错 而且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逃离那个回圈 加拿大新锐导演只花15天 完成首部剧情长片 成品惊艳四作 科幻设定的主题 但是它完全没有动用到任何的特效 我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去筹备 可以感觉到这是它用尽全力去 雕琢出来的一个很精巧的艺术品 《回路人生》中时空迷离的惊悚之旅 7月25号下午5点半 晚上10点半锁定UDN TV 影响世界